要不是她姐姐 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她 要不是她姐姐 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她 不然出生在普通家庭 她能红吗 我觉得我确实因为 我姐姐和我家人的关系 受到了比较不一样的关注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人来看我 会是因为我姐姐 所以我觉得我既然有了这个机会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 我就要更努力地去练习 和把我自己舞台上的表现展现得更好 因为这个时候是只有能靠我自己了 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加分了 Rank 12 她愿意让每个人 记得她的名字 用她的努力 希望这次她能够成为自己的梦 她曾经成为最高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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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弟 好 弟弟 恭喜 弟弟 恭喜 弟弟 恭喜 弟弟 谢谢 弟弟 谢谢 谢谢 我并且想到我会变成为最高级的名字 我并且想到我会变成为最高级的名字 因为我最后一个名字 我感觉到我最高级的名字 大家好 我是欧阳弟弟 大家好 我是欧阳弟弟 我是欧阳弟弟 大家好 我是欧阳弟弟 大家好 谢谢 我的粉丝们 让我升级了 几个位置 让我到了第十二名 然后来到这儿已经一百多天了 回想到这一百多天了 我觉得我特别为我自己骄傲 就是一宫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大idol 唱歌跳舞 然后虽然有点生疏 但我觉得我完成的还不错 然后二宫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的勇敢 我选了一个特别难 难度对我来说比较高的一个舞台 然后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然后三宫的时候 我觉得我更进步了 因为我不仅可以在台上唱歌跳舞 然后还可以享受舞台 所以我特别喜欢 每一个舞台的自己 有很多的收获 然后喜欢每个阶段的自己 我想跟我自己说一声 欧阳弟弟你真的超棒的 超棒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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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